20公里徒步啊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啦 有没有新鲜小姨 有 20公里有没有新鲜 有 小姨小心一点啊 哎呦怎么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哥哥 请哥哥干什么 看这种好好看一看 加油 耶 爸爸 哎 鸟叫声 听到了鸟叫声啊 嗯 那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好 出点时间放上手机 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大自然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美不美 没有 嘿嘿嘿 漂亮不漂亮啊小姨 好漂亮 小满在思考人生 好 等哥哥啊 我们小姨好厉害啊 是不是 对 好 加油啊 好 加油啊 海胆 好 黄色的海胆 这边海胆 这边海胆 你在找什么 找到鱼没有 小满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啊 你厉害呀很厉害呀 你这好厉害哦 非禁止画面 小姨 去前面给爸爸找一条鱼啊 爸爸想吃鱼了 好累 你好累啊 嗯 什么可能呢 要不要吃鸡蛋 要 补充能量 好吧 走 我们边这边吃 电量充满了 继续出发 来 我们还有五公里啊 就结束了 对 慢慢走 他们在前面抓鱼 我们去抓好不好 走 我们去看一下 嗯 小姨已经走了两公里了 继续啊 哎呀 继续 小青蛙呀 是不是小青蛙 好累 好累 休息一会 爸爸也好累 爸爸也好累 我们休息一会再走 好不好 小姨还是不错 马上三公里了 爸爸开始走啊 我全是爬破 走啊 开始走了 爸爸还没休息好 那小姨先走 小姨走了三公里了 现在开始走动了 大背好不好 把小姨背上 反正继续出发 现在已经走了有 五公里了 休息一会 背着这个 最早的小姨爬山 真累 小满 给你点赞 今天你最厉害了 走完了 对 好不好 我们就坐缆车下来了 就不走了 因为下雨了现在 现在下了大雨 哇 这么好的身材 今天两个儿子好厉害呀 小满 小满 全程 哦 但是我们下山是坐了车 下大雨了 小满是走完的 朋友们 小意思连滚带爬带 带走走完的 现在已经下大雨了 所以说我们坐车下山了 这个淋雨的话就 非常的危险山里面 今天这一趟体验非常 开心 非常值得 看到了很多风景 也同时锻炼了两个儿子 拜拜